第二百零一章 雷池和道理 见到龙虎山老祖宗那具反扑归真如志同的身躯 被徐凤年一刀砍瓜切菜裂开 趴在地上的书修眼中闪过一抹快意的争鸣 往年在北梁王府寄人篱下 做了许多肮脏的人命买卖 也曾有数次命悬一线的显况 可都不曾像今天这般徒劳 面对那个一路行来 五帝城始终以儿童面目示人的赵宣素 竟是连半寸衣袖都摸不着 就给抬手下压的磅礴气机压得喘不过气 蹊跷流血 此时见到柿子殿下 在邓太阿剑仙神通辅佐下 一刀攻城 只觉得通体舒泰 恨不得当场便以身相许了这位年轻柿子 他心知肚明 若非徐凤年出生 再有几个瞬息时间 他与杨清风就要体内气机与身体血肉一同炸开 尸骨无存 舒修做不到阵亡于鲁尾当中的吕前唐那般豁达 狗屁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他才逃离北梁那家阴冷牢笼 甚至有望去代替裴南伟成为静安王府的伟王妃 舒修如何甘心死在这里 默念心法 顺了顺气息 变身痛彻心服 舒修一张漂亮妩媚的脸蛋 难免显得十分扭曲 只是一波才平一波又起 不等舒修富匪 那赵轩素死相难看 就看到桃花剑神的六柄飞剑 翁翁做蝉鸣 登仙入天门 不成的出窍元神 没了肉体衣服后 依旧凝聚不散 反而好似没了禁锢 飘悬在空中 一身广秀飘逸的皇子道袍 所谓天人气派 先锋道鼓 不过如此了 舒修痴痴抬头 望着那仿佛逍遥于天地的 无根元神 一股巨翼铺天盖地涌来 舒修艰难扭头 望向遥遥站立的邓太阿 分成两匹出匣的十二柄飞剑 已经悉数水落石出 悬甲青梅竹马 昭露春水桃花 峨眉朱雀黄铜 皮肤金缕太阿 显然在舒修看来 能与龙虎山大真人 赵轩素一战的 不是过于年轻的世子殿下 只能是这位九富盛名的 桃花新剑神 舒修缓过气后 立即挣扎着起身 顾不得一态 撅起翘臀 弯腰亮枪后撤 杨清风倒是不畏死 在原地盘膝而坐 安静调膝 徐凤年握刀缓缓退后 眯眼望着类似 匡庐山巅那中年道人的 赵轩素 激笑道 真是百足之虫 死而不将 牛鼻子老到 一个比一个贪生 望天门不得入的赵轩素 回首看去那片金光洒落的海面 眼神复杂 六兵短剑 仍是插在六大翘穴上 宛若复古之居 飞剑入原神 烧啄出一阵痴痴声响 好似热水浇冰雪 可是赵轩素 浑然不绝 邓太阿随身携带的飞剑 自然不是寻常兵器 否则也无法伤害 出翘神游的真人原因 剑虽小 剑中蕴含豪气 却是身不见底 世人皆以为 斩妖除魔 是道门故弄玄虚的伎俩 其实不然 故而江湖武夫 真于化境 拿天人开刀试剑 却也是法理之中 邓太阿永远是一副 散淡温和的模样 丝毫没有与 一名陆地神仙对峙的觉悟 肖文道 邓太阿从未去过龙虎山 不知这六剑的剑面里 对赵老天师来说 是轻了还是中了 甚是惶恐不安啊 虽然身处险境 徐凤年还是有点忍俊不禁 这邓太阿的不愧是个怪人妙人 先是骂照宣素是一条老狗 这会儿又装模作样 寒暄客套 可言语里分明没有半点敬意 实在是打脸损人至极 徐凤年继而感慨万千 若邓太阿没这份遇见玄通 如何能有眼下的处事不惊 淑修阳清风之流 不是连一个字都没说出口 就被赵宣素给镇压了 更别提那命途多喘的龙宇轩 才做了几天便宜老爹 结果被翻脸不认人的便宜儿子 一招就给化作鸡粉 这龙虎山确实与武当山的大大不同 老长叫王崇楼 可没半点到门直牛而折的架子 几次见面 那份慈祥可亲并非仅仅因为 自己是北梁柿子 偌大一座道教祖庭 也就赵锡团算是个好人 难怪这位邋遢老道会抑郁不得志 而是赵丹萍 这类青词宰相 窃居高位如日中天 想到这里 徐凤年瞥了眼蓝在身前的刺客 呵呵一笑的小姑娘 为了那千两黄金 这名来历神秘的少女 当真是钻同前眼里就不肯出来了 连命都不管不顾了 先是天下第十一王明吟 再是大真人赵宣宿 他的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 到底是杀人还是救人 假假假 名字三字都与假谐音 徐凤年曾密信一封传递给徐霄 询问她是否安插在身边的死事 这般涉及徐凤年生死安危的大事 徐霄亲自写信讲明 此女绝非那王府头号死事 如此一来 徐凤年就更摸不着头脑 这姑娘小脑袋里都撞的啥呀 若说她纯粹只是一个小彩米 谁信 至于一刀 没能让赵宣宿神魂接散 徐凤年心中失望肯定有 但称不上有多惊奇震惊 天人手段 本就玄奇叵测 东海水面上那两位 半山倒海开天门 各显神通 是何等惊心动魄 赵宣宿虽说以武力论杀人 肯定逊色于王先之与李纯刚 但若说 被柿子殿下一刀就解决掉 那也太吊价了 好歹是在龙虎山上 修行了常人几辈子的臭老道 赵宣宿不出门 便可知江湖 不下山便可知天下 不沾尘世烟火气的青青拂袖 将命名峨眉珠雀的两柄飞剑 浮出两大翘穴 飞剑并未断折 被逼迫以后 环绕老道人四周飞旋 赵宣宿视而不见 轻声笑道 早前在山上听闻 邓太阿剑术超出当时 同辈剑客两个境界 直追吕祖法剑 今日有幸亲身领教 不枉此生 只是来而不枉非礼 贫道也有威莫雕虫小记 想与邓剑神切磋一二 邓太阿问道 老天师既然这一世 登仙无望 肉身也被兵解 何不顺水推舟 趁着元神尚且聚脸 找一户好人家投胎去 说话间 赵宣宿在挥秀 又将剑身呈现金黄色的金铝 一剑逼出窍外 扶须洒然道 老道年又立誓 不正大道去天庭觅一席之地 死便死了 不屑那道门九种尸解 邓太阿也有闲情意志 并未跟市井百姓那般痛打落水狗 而是平静问道 道门趁尾 号称可以欲绝吉凶 料之上下五百年风雨 算天算地 算不得自己姓名吗 徐凤年眼睁睁看着老道士 第三次卷秀起风云 将两柄飞剑拍到空中 仅剩最后一柄太阿小剑 赵宣宿摇头 沉声道 天道如一架马车 奔驰如极雷 有飞蛾在内悠闲盘旋 试问这飞蛾 为何不会撞上车壁 邓太阿一脸感慨万千说道 身在天地间 如何得逍遥 一步踏不出昆仑 一世活不过百年 徐凤年听得莫名其妙 更没有醍醐灌顶的感触 只知道这两位高人 都在叙事待发 准确来说 是邓太阿胸有成竹 自信到了自负的地步 任由赵宣宿脱离六箭禁止 那边马车内 姐弟俩中慕容同皇掀起帘子观战 慕容无主胆子小 不敢张望 缩在角落瑟瑟发抖 莫的瞪打眸子 他看到黄黎木河缓慢上升 剧烈摇晃 剑和洞开 玲珑六箭破空而去 邓太阿等到与他同命的小箭弹至空中 轻声道 天道如何 邓某不去深思 可自从炼剑以来 却从不怀疑手中箭 众人只看到杀人术举世无双的邓太阿 笑眯眯深指一曲 继而一弹 十二兵小箭 在他身前排列出一条直线 似乎要在天地间画下一条红沟 天地变色 声势几乎不输东海水面 一弹指六十刹那 一刹那九百生命 这才是纸玄精髓所在 孤儿王贤之曾言世间金刚静 唯有白衣僧人李当心 一人得其精髓 天象气魄被曹长青分去巴斗 而纸玄一静 由邓太阿夺魁 一品四境界 境界有高下 但并不意味着代表武学成就高低 尤其是那些占得天时地利人和的三教圣人 哪怕入了陆地神仙境界 生死之战 也未必是三教以外散先的对手 再者 三教中素来仲天道 清武道 连吕祖飞剑千里取头颅的神通 都被视作奇巧莫迹 与大道不合 三教圣人不尚武 可见一般 邓太阿微笑道 剑阵取名兵解 本是邓某为王先知准备 事事难料 却用在了你的头上 可惜了 赵轩素眯眼道 好一座开天辟地的雷池 贫道斗胆跨越 倒要看看邓建神能否兵解了贫道 龙虎山老祖宗果真一踏而过 剑阵如长虹 出窍元神顿时被绞碎得无影无踪 一个瞬息 邓太阿怒道 赵老狗安敢如此投机取巧 邓太阿来到世子殿下身后 拎住后领 就要将徐凤年往后丢出去 但新建神已经足够警觉迅捷 仍是抵挡不住一条紫气洪流 倾泻到徐凤年身前 依稀可闻 赵轩素兵解前夕的遗言 既然斩不断气数 贫道便取个巧 偷一次天机 将龙虎山结束转嫁在你小子身上 紫气东来 虽被剑阵搅烂七八 仍有二三成涌入徐凤年体内 邓太阿头一次露出如此恼羞成怒的面容 天地寂静 贺道 赵轩素 邓某要你天师府断子绝孙 三清紫气浩荡 萦绕徐凤年全身 大劫临头 邓太阿懊恼到了极点 他熟安道教许多偏门手段 这赵轩素 分明是存心 要以一己性命做代价 让徐凤年身死运销 邓太阿虽说自是杀人喊逢敌手 但这世间 就属因果气韵仪式 最捉摸不定 他与徐凤年的因果极浅 其实在王妃无数逝世以后 不过剩下当年习见少年的一个口头承诺而已 在东海武帝城内外两次出见 便已偿还干净 这紫气一刹间 那便与徐凤年融洽十之八九 邓太阿在神通广大 总不能连气机都斩断 哪怕退一步 他愿意承受这份结束 却是有心无力 汲取不了那道气数 这也是邓太阿最恼恨赵轩素的地方 身为盗门真人 竟是如此下作歹毒 和和姑娘转身 正正望着眉心那一枚红枣 由此转黑的徐凤年笑了笑 却不是幸灾乐祸 反而有些欺望 这份陌生情愫 恐怕连黄三甲见到都要震惊 他踮起脚跟 伸手去抚摸世子殿下发黑的印堂 饶氏邓太阿都一愣 终于还是没有阻拦 北梁寒苦 那一年冬雪 有一个小女孩跪在路旁 卖身葬母 她出身市井底层 她爹是赌成性 原本还算温饱殷实的小门小户 几年下来便输倾家荡产 女儿姑姑坠地后 与小家避玉的娘子 发誓不再赌博 甚至自己剁去一根手指 却仍是拗不过赌饮 那个孩子既是起 每日所见 便是她爹威胁要将她卖掉 来要挟她娘亲去做私娼野计 酗酒肆意打骂娘俩 便是她最大的出息 当她在困苦日子里越发长大 娘亲容颜逐渐凋零 挣钱欲少 女孩总无法忘记 那些粗鄙男子 提着裤腰带 从漏风毛屋里走出 丢给她爹十几颗铜板石 那个男人弯着腰阶前的产味笑脸 后来娘亲再知道 男人铁了心 要将女儿贩卖 并入膏肓的她 换了身香底 最后一身素节衣裳 支开女儿去摘些野菜 煮了一锅放下披霜的米粥 等到女孩回到家时 那个董事后便没喊过爹的男人 已经尸体冰冷 一小锅粥 才六碗的分量 他只管自己吃饱 一口气喝了五碗 自然死得快 而那位才喝了一碗粥的女子 临死前抱着女儿 流血也流泪 说不出话来 食指洞窗战裂出血的小女孩 清洗娘亲的脸庞后 将她放入草席 不看一眼那男子来到梁州城内 跪在卷席一旁 这幅场景 在北梁的冬日 见怪不怪 所以不需要木炭写下什么 不需要她吆喝哭诉什么 可是谁愿意为了一个衣衫单薄的肮脏小女孩 去摊上这种需要耗费不少碎银的晦气事情 道路上是仙衣怒马 雕球油雾 没有谁会多看一眼 兴许熬不过这个冬天酷寒的小女孩 几个在她家掏过钱 进出过茅屋的泼皮汉子经过 一脚踢开了草席 露出小女孩她娘的尸体 她趴在娘亲身上 他们说她娘亲是个脏女人 随便抛尸野外就是了 她哭着说她娘一点都不脏 他们便去踩她尸体 小女孩一口咬住其中一个无赖的腿上 结果被扯住头发提起 一拳砸在她肚子上 问她到底脏不脏 她每说一次不脏 每摇一次头就挨一拳 她那会儿才多大 惊得起几下打 可路人冷漠 没有谁会搭理这些 倒是许多人闲来无聊 看得津津有味 后来 一辆豪奢马车途径那里 约莫是听到了吵闹 一名华贵白球的少年世家子 不知怎么便走下了马车 来到她身前 她身边站着一个满眼嫌弃 捂住鼻子的漂亮女子 她问她 她娘亲与身边女子 谁更好看 嘴角渗出血丝的小女孩 给了一个让旁观者 轰然大笑的答案 那名陪伴在世家子身边的 狐媚女子丢了颜面 眸子里满是怒气寒意 荒唐名声传遍北梁的少年世家子 却没有任何表情 从身边玩物女子头上 摘下一根才送出去的猪钗 钗子尾端挂着一颗硕大珍珠 小女孩不懂什么一分圆一分针 不懂什么珍珠一寸之千金 只看到那人蹲下身 将猪钗子插在她娘亲头上 问她好不好看 小女孩哭着说好看 她摸了摸她的脑袋 赫赫笑了笑 没有说话 她回到马车 扬长而去 再以后便马上有人 安葬了她娘亲 那个冬日 小女孩跪在坟头 遇到了黄龙市 这些年 她除了杀人 唯一的爱好 就是收集钗子 今年相反成脉 她杀了那个什么天下第十一 谁要当年那名少年世家子死 她便要谁死 管你是一品高手 还是陆地神仙 对她而言 这是唯一的道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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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来自掌握的认识